因为我只想要烫个刘海 我本来是想要烫拳头 事情有点不对的 然后希望它可以 更加修饰脸型一点 我可以救吗 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怎么样都是好的 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 怎么样都烫不好 我要给自己赤多拖 你成的疯狠 哈喽我是陈一 我今天呢 收到两盒我在网上买的 这个烫发工具 然后因为我只想要烫个刘海 我本来是想要烫拳头的 但是我就看到那个 买烫发剂的那个评论里面有说 就如果不是那种 特别厉害的人 还是不要尽量 不要去折腾自己的拳头了 因为就很容易让发质瘦死 但是我就想要来烫一下 我的刘海跟我的这个 胎毛的这个部分 想让它稳定一点 因为我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血 一直被我往上梳 往上梳 它就非常的贴 然后希望它可以 更加修饰脸型一点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都买了些什么 这个盒里面 这个好像是它送的这个卷卷 这个卷卷是有分型号的 这个好像是三号 它K的三应该是三号吧 然后一盒染发剂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 就随便买了一个欧莱雅的 然后有很多 我有问卖家说 哪个烫发剂的效果会好一点 因为什么施华扣啊 什么欧莱啊 什么什么很多很多 然后那个卖家还挺拽的 他回了我一句 就是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怎么样都是好的 如果你技术不好的话 怎么样都烫不好 就是跟染发剂没有关系 它大概有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随便买了一个这个 它其实是有送这个垫纸的 但是我有特别去买 然后还有 应该是送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送的那种垫片玉帽小橡皮筋 它送了两个卷卷 都是三号的卷卷 这一盒呢 就是我买的不同的卷卷 我买了很多种 只有我不知道 我没有自己烫过 而且距离我烫发大概是 起码有八年吧 我应该二十岁之后就没有烫过 就是那种你知道吗 就成年了 我觉得就是满十八岁之后 就赶紧去烫头发烫头发 然后我当时就是染了一个 就是一点点巧克力色的颜色 就是不敢染太夸张 然后但是就成年了 我就很想要去折腾自己啊 烫头发染头发 就给自己来一趟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那个 垫的这个发片 要用这个片片 然后包着这个卷卷 然后自己买了一袋橡皮筋 自己买的卷筒 这个是五号的卷筒 它会小一点 这个是就是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然后上面有那个 那个 上面有这个叫什么 沾沾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三号 这个是六号 还买了一个超小的 我是想用来烫胎毛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 这个是八号 还有一个七号的 我也不知道哪个型 因为很便宜 我就都买了一点 然后这是它送的橡皮筋 这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有看一下 我这些全部加起来买了 反正七十几块钱吧 不到一百块钱 然后烫发钥匙好便宜哦 只有三十几块钱 因为它网上均价就是三十几块钱 就是很便宜 这种小卷筒十个才三块多钱 反正所以我就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 我就都买了多了一点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冷烫型的药水 我觉得应该不难吧 我先反正烫个刘海对吧 失败了就失败了 我这个刘海已经被我折腾成这样了 还能怎么失败呢 你们说对吧 下面我先把我的刘海部分区分出来 这刘海真的被我上次剪得太丑了 剪得特别厚 我当时真的是分得太多了 你看我连这边都分下 就如果你们要自己剪刘海 千万不要把这一错给分下 你会后悔的 会很丑 好像长的都没了 OK 好 我要把这些先给它扎起来 好 OK 然后把金银珠宝摘一摘 因为这种化学的东西都会腐蚀他们 然后呢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 我正好刚新买了刮眉刀 我之前也有跟你们分享过 怎么去剪太毛刘海 因为我这个额头的这个角角是这样子 虽然我有涂增发液 但是感觉长不出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额头就是比较高 比较饱满 非常饱满 令人羡慕的额头 但是发际线太高了 就这样子也挺像一个阿哥的 所以一定要遮住 如果你们要修太毛刘海的话 刮眉刀要比剪刀好用很多 因为用剪刀的话 这边就还挺顺手的 这边你用剪刀就会不顺手 用刮眉刀的话就会比较顺手 然后如果不会的话 就放我之前的视频 那我就直接开始看 不要乱倒腾了 我这个刮眉就是被我剪了三四次才剪回的 首先我想试试看这个最小的 能不能卷得住 但是这样这两边可以卡 把橡皮筋让我来试试看 我先不绑那个布了 我感觉可能不行 我能行吗 也许能行 让我试试 就用我自己买的这个棉布吧 自己买的这个好像有点 太长了 我还是用它送的这个吧 我感觉它送的这个大小 可能比较合理一点 橡皮筋圈圈 早知道我都不买了 原来它都有送 我还是先卷一下胎毛的部分吧 这边都分出来 我研究了好一会儿 我头发就干了 然后我现在再把头发打湿 我觉得我应该会了 我本来还想再烫一下发根的 但是我觉得好难 算了算了 我头发那么多 好 先打湿 然后 我来试试我行不行 但愿我行啊 然后它是 它是 它是好像是这样子 放在里面 然后用这个杠杠 我觉得我这条视频 很容易翻车怎么办 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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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对 应该是这样 就 这个先这样卷着吧 不行 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我怕我错误操作会害人 所以我刚刚就随便卷了一下 我不知道成不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我等会儿再跟你们讲 我是怎么卷了 我这里买到的最大的是5号 然后它这里有3号的 那我用3号试试 我觉得这种到时候烫那种 就是说一小绿一小绿的那种 会比较好看 千万别翻车呀 要是翻车的话 那就翻车吧 反正刘海这么一点点 大不了我就每天给它拉直 嗯 烫刘海部分的发根 应该比较简单吧 我感觉好像烫发根太麻烦了 就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很有可能会翻车 所以我烫刘海试试看 我把头发都卷好了 然后我把这个放下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卷下来的效果 我没有录我怎么卷 因为我怕我卷的不对 到时候误人子弟 我就随便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猜测 按照我卷头发的用电卷棒的经验来试试 好费劲 我终于卷好了 眼睛疼 眼睛盯着自己的头 眼睛好痛 这个是烫发药水 先上烫发药水 这个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的药水味 我用我的脑袋想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浸透到这个棉片是湿的就够了吧 因为这个好难挤啊 而且它在我的头顶 我眼睛翻着好难受 我应该用一个那种理发店的挡片 哎呀 我真的是蛮无聊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刷到了一个烫发根和刘海的视频 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就想试试 就很多时候其实 就像我做美甲或者什么的 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要省钱 就是觉得打发时间也挺好玩的 觉得女生有很多时候 就包括化妆也是 也不一定真的是说我要多好看 就是在化妆那个过程觉得也挺有趣的 这就是我们女孩子 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近视了 它甚至有点往下滴 然后只用了这么一点点 而且这是有盖盖的 它应该可以重复使用 如果这样的话 那如果我成功的话 那这个成本也太低了 如果我成功的话 那我只用了这么多 起码可以再烫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绝对没问题 就是一瓶可以烫四次 嗯 那折合下来 一次可能十块钱 好 那我就静静的等它二十分钟 再上第二个烫发钥匙 现在差不多二十分钟了 我刚刚有放下这边一缕看一下 我感觉嗯 有可能会翻车 我再放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嗯 有点不对劲 它就是 就是我重新卷了一下 它好像有点 感觉不太对劲 而且我头发上的颜色有一点点掉在这个棉片上 我现在再去冲一下水 因为它说需要用清水冲 我冲完之后 嗯 再给你们看后续 我刚刚去洗的时候又掉下来了一两个 我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卷的头发少的部分还行 然后上面的上面的看不太出效果 我觉得在家里烫头发比在家里染头发 真的操作难度要大多了 因为现在泡沫染发机真的还蛮好操作的 但是这个卷的杠杠啊 还有你在家里的时候 你要这样的清水去冲干净其实挺难的 因为在理发店它是给你这样子 然后用那个花杂去冲嘛 但你在家里有点难 好了 我还是给自己稍微垫一下 然后上这个二号的这个定型液 这个是烫发水 这个是定型液 感觉就是一个软化剂 一个定型剂 因为第二遍这个卷筒已经都湿了 我不太确定 反正就应该用跟上次差不多的量就够了吧 我再给自己挤一点 我的天到处都在滴 我应该要穿个微博 好了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就差不多这样吧 反正两瓶都差不多用了这么多 应该就是一样的量了 然后现在这个只要过十分钟就可以了 十分钟 敬请期待 如果我翻车了这条视频就要告诉你们 就是在家里染发可以烫发不行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 那如果我成功了呢 那你们就也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我的刘海太短了 刘海长一点的女生的话就可以 因为每天起来去卷刘海也挺烦的 有的时候可能直发 但是刘海也需要有一点点弧度嘛 我先洗好头了 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对 它跟我想象中 它有点 它有点怎么办 我把自己烫成羊毛卷 怎么办 它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呀 是我那个卷太小了吗 哎呀怎么办呀 我吹干试试试 我试试 不对 这种是不是应该得用烘的 哎呀不管 我这个我这个怎么办呢 我天哪我的天 我这个怎么办呀 我的天哪 它跟我想象中 这怎么办呢 这跟我 这我怎么办呢 哎呦 这 我吹吹干 不行我吹干了 它就直了 这个有点难弄 这个 这个 这好像不能这么吹 它就得用烘的 那我再喷湿看看吧 嗯 还挺摇滚 我把头发放下来敲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会翻车 是因为那个卷杠太小了 我的操作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哈哈哈哈 这跟我这种 哎成熟的大波浪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我应该全脱的这样才对 我可以救吗 我可以救吗 哎呀 哎呀怎么办 我等它自然 我刚刚等待它自然干透了一会儿 然后现在这边就很像洗碗的钢丝球 就还挺伤头发的 还是不要自己在家里操作 哎 怎么办 难过了 怎么办呢 跟我这个柔顺的发质都不搭 像枯草一般 看我这柔顺的发质 那这个视频呢 就这样吧 这个视频呢 就想要告诉你们 嗯 有的东西 自己在家 不要做 就算像我这种 还算是心能手巧的人 也会翻车 树叶也有专顾 那我去洗头 我去洗澡 好 怎么怪 我要给自己赤多拖你成的风 好 然后我刚刚拍给那个买家看 那买家说 因为我经常染汤 我属于受损发质 然后就不应该要软化那么久 然后他就说 你就拿夹瓣给他夹纸 我说我可以用第一次的药水 再给他拉纸吗 他说你的头发吃不消 真的要哭了 我本来还信誓旦旦的说 如果翻车了 我就给他拉纸 但是真的翻车了 让我每天都拉纸 我就会很难过 我把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 此生不再相信 虽然我只花了很少的钱 但是我也不想花这么少的钱 买一个教训